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终于走到滨市球场门头 史达加的主场 附近全部都是工程进行当中 围住山外围 恐怕今天来到滨市球场 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斩牧或收获那一只 其实这个球场的名字都改了很多 1933-45年期间叫做希特拉球场 二战后先后叫做世纪球场 奈卡球场 哥力丹娜球场 近15年叫做Benz球场 所以新球季叫做MHP球场 都需要多些时间才能改口 那没计算吧 在门口在外围转个圈 核心的外围那里 其实这个球场图来说也很大意义 因为我人生第一次 现场看的 史浩克的得格比赛 就是这个球场看的了 2011年就和有钱一班同事 就来到采访了 又来球场就看 在当届得格的第一周比赛 就是史浩克04 作客对着史特拉格 就在这个球场 结果史浩克04 是惨败0比3的 哎呀 真的想起都很生气 那一只 然后赛后呢 都以为做不到任何 史浩克04 球业的访问 因为输球惨败 和心情是相当低落那一只 连职员都劝我放弃那一只 的了 小估不到 临放弃之前 最终史浩克04的队长 侯克迪斯 而挺身而出 作为这个队长 怎么都要出回来的 结果呢 他就由更衣室 就亲自走出来 Mix Zone那里 就接受了小带一个 很简短的访问 我真的很感动 很感动 在这里再次说一声 多谢你 侯克迪斯 Danker 所以今天呢 都敢死再见 小104的T恤 来到斯特加的主场 除了说要怀面 当年少黑 作下那场球之外 另一个原因 是因为我查了 由于有工程 所以短期内 都不会有这个 Stadium Tour 如果有Stadium Tour 我还要穿 这样的T恤 就好像不是太尊重 而且随时都会觉得 有点尴尬 或者会被人瞄那一只 所以 今天我查了 一定是没有Stadium Tour之下 所以我才敢死 穿一件 屎奥克的T恤 过来 但自闭后面 那间Fanshop 都好像没有开 Fanshop还没有开 就知道 他在外围 偷偷看 里面的产品 但幸好 在外围方面 都看到几大型男 在这里 记不记得他们 这是马夫努奔老师 今天德国杯 曾经摆了一个很尴尬的软途 整个老公是48米 一下回传 看清楚 门将就站出来 结果一下就回了 自己在龙门里面 很尴尬 这个很厉害 Andorさん 阮藤行 史日佳队长 日本国家队的主力球员 非常好 但是当时又怎能猜到 Fanshop外面的三大型男 全部都走光 全部都不再是史特加的球员 还有这个 这个就是 湯马斯 还有金格子 有点漂亮的球 所以就在这个Fanshop门口 就和三大型男 来把大合照 Yeah 兜了一大圈之后 发觉都是在Fanshop门口这个位置 叫做看得最美的城河球场 就是这个角度 这个位置最美的了 其他全部都被工程飽陷了 没办法 那么多工程就搞到没得进场 都有好处 不就是可以早点去附近的Fans博物馆 排队期间 虽然保安哥哥的态度異常惡劣 但是入刀场就忘记这些不快事情 直接搭升降機 上去Fans博物馆的顶楼 再慢慢走回来 之前《慕尼克》那一集 还说马里安广场 和球员文素基治 都同时拥有很多个中文的名称 但是拍下Fans 真是小毛结大毛了 我们香港就叫平治 其他地方就叫奔史 奔驰 甚至乎梅斯特斯 和彭池都有 所以为面麻烦 都是叫Benz博物馆算数 上到顶楼 首先当然是认识一下历史 所以顶层的车 大部份都是非常古代 充满着怀旧的气氛 至于这一架 就是史上第一架 现代的汽车 当然了 Benz的车总 真的多到数不完 总之 大车、小车、巴士 甚至乎油谷的车 一样找得到 这架就是56号巴士 这架黄色的车 就是油谷的车 难怪这个博物馆 绝对是爱车之人 一定要到达和参观的地方 实情斯图加特 就是德国南部的大城市 亦是Benz汽车的旦生地 这个博物馆 可以说完整记录了Benz的 辉煌历史 还要整个博物馆 这么多层 又鬼禁死大 如果要逐驾车慢慢转 我怕转足一天 都未必转得完 所以自问 我已经用一个 走马汗花的心态去看这里 不过仍然有一种 看极都看不完 看极都还有很多 未看的一种奇妙感觉 说回Benz集团 其实1880年那时 已经成立了 两位始创人 分别是哥力丹娜 和卡尔平志 两位工程师 也解释了 为什么以前史德加主场 都叫过做哥力丹娜球场 首先申报了 我本身不懂车 我本身也是没有车牌 没有炸车之人 到Benz这个表现行 我都觉得大开眼界 Hello 我觉得大开眼界 每一架车 和每一部车都拍摄合照 我都要很长时间 现在才能完成 1974年世界杯 西德队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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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走完整个呢 就是Benz 妙思雅了 我就12点正进来 那现在出来就刚好2点正 就是以一个呢 完全不懂车 完全不爱车的人来说呢 我叫做比较轻的方式 可以看就用了2小时 但如果大家本身是Benz迷 大家本身是车迷的话呢 我相信都应该要 最少3至4个钟 就好了 买了这个表思人 是值得看的 12元欧元 哇复格还有Benz Show 有乐队表演 正好 Come Together Come Together Right Now Wow Overmare 好了 转了两车车之后 再走多十多分钟 早已来到了 另外一个目的地 司徒加特电视塔 Yeah 一上到来 为什么又有栏杆这么素气呢 原来还可以走上一层 在这里看下去 一望无际 让我大大力呼吸一下 司徒加特的新鲜空气 嗯 至于这个角度 看下去 看到很多球场在 其中最近的就是 史特加踢球者的主场 加齊球场 史特加踢球者有什么名将效力 第一时间当然想起奇哥奇连士文 但到来也有个问题 就是风声太厉害了 搞到最后的踢球 都被风声开过了 我想说的是 这个司徒加特电视塔 高达217米 也是全司徒加特最高的建筑物 1956年已经正式启用 但建造初期的时候 就受到不少批评声音 为什么呢 因为花费太大了 花了420万德国马克这么贵 所以难怪不少市民都不停批评这一项工程 偏偏啟用之后 很快又成为了市内极受欢迎的景点 结果不够几年而已 只是门票收入就已经回本了 现在呢 下午5点左右 准备去市中心附近了 因为会认识我一位朋友 其实他对德国文化认识 当然比我更加深了 德文又厉害了 所以各方面呢 有很多地方我都需要去学习的 希望一会儿大家可以 吃得开心点 聊得快乐点 走吧 走着找餐厅途中 还让我顺便找到 司徒加特的市政厅 市政厅前面 咦 坐巴小朋友在那里 唱歌表演 这个是市政厅 这边呢 这边呢 有班小朋友在那里唱歌 这么欢乐气氛的星期日呀 有班小朋友在那里玩水 给大家看看 站在那里玩水 这个是市弹 同时上这边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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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會我會在這間德國餐廳和朋友吃東西 叫Sophies Brauhaus 就是門口 在底部 已經挺有情調 希望食物不會令我失望 這間餐廳雖然人少少 但勝在環境好、食物好、服務都不錯 接著朋友還帶去逛逛皇宮公園 即是司徒加特除了皇宮廣場外 還有一個皇宮公園 這個公園帶到逛逛都未逛完 結果我們逛逛了一半就中途離場 又去了Bear Garden 堆啤酒 走的時候已經天色昏暗 走錯路 走錯路 其實走錯路都好似 等一下 有幾乎穿過 沒有 走錯路 不好意思 今天就是食主食 先吃傳統德國餐廳 不試日本餐廳 不試美國餐廳 不像其他东西 吃回传统的德国菜 我选了就是德国鸡蛋面 Specler 这一样东西 这一样东西就在斯图加勒当地方面很出名的 就是一些好像用鸡蛋制成的 类似阔调面的东西 那其实就 挺好吃的 那些腸也不错 那些汤就非常咸 所以就很快就很口渴 还有这个免费的沙律泡飞 所以整件事 两个人加起来吃了40欧 绝对值得玩 昨天一个人去吃这个 就是日本寿司的泡飞 一个人35欧 今天两个人加起来40欧 希望下次有机会再来这一间 这么地道的德国餐厅 再尝试多些不同的德国美食 好了 这么快就完成了斯图加勒特的两天之旅了 一会儿会睡一觉 明早一早起床 我们会回到法福 大家知道 我买相机票 就是法福机场的 下机也是法福 来到相机 反归也是法福 所以怎么都要回到法福 也代表我们的旅程方面 今次已经来到一个尾声的阶段 无论如何 这两天的斯图加勒特 有点顺利 有点不顺利 怎样都好 都是很难忘的旅程 希望未来有机会 再次接触这个地方 斯图加勒特斯图加勒特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国家制作人 本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